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科網天下,5G元年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升了77點 收報28,638點 成交過千億,有1,052億 今天港股都是承接美股的走勢 繼續走上去 美股三大指數昨晚都是創歷史新高 而其中是以科網股代表 納指近期升幅比較大 雖然昨晚不是納指升得多些 不過納指近期的走勢是強的 待會再跟大家看這個指數 今日港股衝上去之後 除了因為受到美股大動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中美在下週很大機會 就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 這個都是利好港股的一個因素 再加上港元強 港元升到7.7659對1美元 是三年的最高位 有資金流入香港 這些因素都是利好港股的 當然如果是以股份來計 以板塊來計 最強的就是科網股 因為騰訊在恆指成份股裡面 所以它撐起了市 所以今天港股 都是繼續有得去 好了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如果你說論恆生指數 今天的走勢 就不是說真的特別漂亮的 雖然收市的時候 仍是升77點 但是今天很明顯 呼應上個星期五 就是那天高開低走 即是說在前浪頂 這個29,000區之下 1月3日最高見過28,883點 不夠28,900 即是29,000之下 今日最高就是28,665點 仍然在這個28,500之上 29,000之下 是有些阻力 今天其實一開已經是 全日最高位 因為剛才說過 美股做得好 所以刺激港股今天高開 它創了歷史新高 港股今天高開很合理 但是高開完之後 有些少少先是回吐 然後才抽得上去 這個跡象其實是說 去到這些水平是有少少少孤雅 是有少少獲利回吐的壓力 事實上 其實在上星期和大家都說到 恆指由這個 12月4日那個低位 不夠26,000 25,995點 升到去一個月之後 1月3日 剛剛一個月 上升了接近3,000點 不夠3,000點 回吐三分之一 大概去到27,800到28,000之間 結果稍低於27,900 27,900就是這裏 11月初的前浪頂 當作是一個後抽 去到27,857點 然後反彈上來 現在在這個29,000之下 有少許增持 但是這些是短線的 我對中線的看法不變 仍然中線是看好 覺得中期是會上亡3萬關的 現在這些升得多 在這裏有些增持 在這裏抖下是正常的 仍然覺得 用這個12月12日和13日的上升離口 作為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除非跌穿12月12日和13日之間的上升離口 收於期下的話 就要轉弱 否則仍然看好 中線上亡3萬 今年樂觀的情況下 最樂觀的情況可以去到3萬6千關 你說了大市 其實今天如果看大市 就是說 你看到有一個痕子 好像畫了這個 好像頭堅底 但是明明不是 但是你要看其他指數 國企指數是頭堅底 做了後抽 後抽完之後 這裡在這裏增持一下 很正常 中線來看 是上網12000點以上的 上升指數 亦都是一個頭堅底 在這裏增持一下 很正常的 我覺得 在短期之內 有機會先去到4月高位 3288 然後 梁鐸升幅中線目標是3360區 那什麼是支持恆新指數 上呢 我覺得就是今天的題目 科網天下 科網股 和5G元年 5G 那些科網股 那些就會推動恆新指數上 今天主力先講這個科網股 有機會 下週再找時間和大家講5G股 好了 科網股上 首先你要明白 剛才講到 美股近來升得強勁的 是納指 雖然昨晚不是納指升得最多 但是納指一直扯上去 現在去到9,200了 一路繼續上 現在呢 破了頂 這些是星市莫股頂 就繼續一路上 除非它一路會跌 除非會跌穿條上升軌 否則的話 一直都應該要看好 而推動納指上的 就是全球市值最大的股份 蘋果 蘋果昨天 其實本週已經是升穿300元 心理大關 昨天去到309 最高見過310 最高見310.43 美元 一直扯著 現在蘋果 沒錯 PE是比較高的 是多少呢 23倍 23倍 失控未? 聽說23倍就未失控 不過說比較高 其實歷史上最高 前幾年都是不夠23倍 現在是23倍 在這股股來說相對是高的 當然你給香港的科網股 四五十倍 這股股其實不是很高的 亦都有很多貨幣在裡面 所以 其實 如果它的iPhone 繼續賣得好 特別現在說在內地市場 常人賣得好一點 又會有5G的iPhone出 有一個憧憬在這裡 似乎會一直走高 支撐了 其實科技股一直向好 太小 未變 香港 就有幾隻科技股 其實今天 最大市值的不是騰訊 是阿里巴巴 大家都知道 阿里巴巴已經超過6000億美元市值 以香港上市的股份來計 當然它大部分美國上市 但是它都是香港上市 它來計 它是最大市值的股份 再說一次 是6000億美元 超過了 今天收報218元 升1.1% 論升幅不是最多 但是今天創了歷史新高 這隻股 值得繼續憧憬 因為其實現在的PE 都不是很高 預期PE還在30倍之下 騰訊 今天升2.2% 沒錯 這一段時間 騰訊升的幅度 是大於阿里巴巴 因為它有些追落後的味道 自從在12月中 開始一路上來之後 它是追得快些 想挑戰400元心理關口 今天最高是去到399.2 收到398.6 400元其實不是夢 有機會升穿 現在 騰訊的走勢好 因為都有基本因素支持 第一有些手遊 即是打國際市場 雖然內地受到政策的限制 增長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海外市場 又值得憧憬 另外在內地 它的收入 逐漸可以在微信裡面 小程序上 開始變現了 小程序很厲害 大家如果有用微信支付 大家知道微信已經是 一個生態圈很厲害 它有些小程序在裡面 直接很多買東西 或者你去點菜 去到餐館 都用它的小程序來點菜 甚至乎用微信支付 所以它在裡面 從中可以有很多交易額 現在是說到多少 去年 以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來看 它就不算很多 不過 都已經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數字 就是 累計創造了超過八千多億元的交易額 現在小程序的用戶 就有三億人 三億個 創造了八千多億的交易額 同比是增長一百六十個百分比 所以受到這些消息刺激 其實說 大家知道內地幾大生態圈 即支付交易那些 第一個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即淘寶 阿里支付 另外一個就是騰訊 騰訊 有微信支付 微信也是一個生態圈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團點評 美團也是一個很大的生態圈 美團也有出行 可以訂很多票 或者是車票 訂酒店 那些都有的 那這一隻 其實今天曾經升到超過110元 最後收109.6元 早幾天 1月7日的高位112.4元 是有機會升穿的 那這三大科網股做好 今天說科網天下 三大科技股 三大生態圈 都是值得看好的 另外 如果你說小一點 譬如金碟 譬如IGG 799IGG 金碟268 這些都升超過9% 其實還有很多 小一點的股票 譬如說 這個 貓眼娛樂 譬如說 同情偽龍 同情偽龍 就是買票的 同情偽龍就是一個小程序 就是在微信上的小程序 就是用來訂車票 飛機票 酒店 就是這間公司 780 貓眼娛樂 就是訂氣票 那些 這些在 另外 在廣告 就是微信上的廣告 譬如說 微文2013 今天都升7% 就是說一些很小的科網股 也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科網天下 我覺得科網股 今年還是一個 很值得大家 多關注的一個板塊 至於5G 說兩句 5G元年 其實就是 今年在內地 會有很多5G手機 會出的 第一個最受惠 就是那些 手機生產商 我覺得 限止乘近股 那兩隻 都是值得看好的 例如 2382 信譽光學 和2018 1478 這兩隻 都是值得看好的 另外 小一點 那些 那些 手機相關的 比如 鏡頭 1478 例如 比亞迪電子 285 這些 其實它們都會 今年會很受惠 值得大家多加留意 但是 5G設備 相關的股份 我就找一集 再跟大家長講 今天講的最主要 科網的股份 先大家看 做一下功課 找一下 哪一隻 大家有興趣的股份 可以值得 後低吸納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你 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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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